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治疗和消除痔疮的好方法 用到的材料也不贵,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消肿止疡止痛 只要我们能坚持十天八天 对治疗痔疮有非常好的疗效 甚至很多人都永不在犯 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生小孩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就患上了痔疮 当时什么猪脚浆啊那些我都不敢吃 吃一点就非常的疼痛 上厕所简直是苦不堪言 患过痔疮的人大多数都知道这种痛苦 后来我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 都没有彻底的治疗好 总是好一下又有饭 后来既然巧合 有个朋友就推荐了我这个方法 他也是用这个方法治好了他多年的痔疮 后来在我一次痔疮发作的时候 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真的在一个星期内就把我痔疮治好了 我也是感到很惊讶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患有痔疮的朋友能够尽快的摆脱这个痛苦 这个就是我今天推荐方法里用到的蛤蟆草 这个蛤蟆草在农村的田边或者是马路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蛤蟆草的叶片凹凸不平 看上去就像癩蛤蟆的皮肤 所以就得以其名叫做蛤蟆草 蛤蟆草可以很好的清热解毒 还可以凉血沥尿 特别是对于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 以及机器管炎都有很好的效果 在对抗咳嗽或者是慢性的机器管炎都有神效 有喉咙肿痛或者是咳嗽的人 用10克的蛤蟆草泡水来喝 就可以很好的帮你解除这些症状 另外蛤蟆草还可以去风湿 如果身体出现了风湿等毛病 特别是风湿筋骨痛 用蛤蟆草煮水泡脚或者喝一些蛤蟆草水 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另外由于蛤蟆草有解毒脂壤 逆湿消肿的功效 所以对于一些湿疹、毒疮或者是痔疮 也是具有很好的疗效 这个是我从网上买回来的蛤蟆草 在我附近几间药店都找不到 但是在网上就有很多 我们可以在网上购买 我们先来取30克的蛤蟆草 如果家里没有秤的 我们取7-8克左右的蛤蟆草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用到40克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先来把蛤蟆草清洗干净 这个蛤蟆草除了对痔疮有非常好的疗效以外 它对身上的一些湿疹 还有带状泡疹 和一些疮毒也是有非常好的疗效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 它对慢性咽咽或者是咳嗽都有非常好的特效 蛤蟆草清洗干净后 我们把它直接放入锅里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后 我们先来开大火把它煮开 水煮开后 我们再来转小火 然后让它再继续煮15分钟 15分钟后 我们再来把它打开盖子 然后再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接着我们来开大火 让它煮一下 煮个半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接着我们趁热 把它倒入一个干净的盆子里 然后趁热脱掉裤子 蹲在上面 让蛤蟆草的水蒸气熏我们的患处 这里要小心不要烫着 直到蛤蟆草水温不烫手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做进盆子里 然后再泡上10分钟左右 这样坚持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 就能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另外我们再用15克的蛤蟆草 用两碗水浸泡15分钟 然后再煮15分钟 另外再煮一个鸡蛋 等蛤蟆草水煮好后 我们放入红糖 再放入煮好的鸡蛋 一起把水喝掉 一天一次 这样连吃两到三天 我就是这样 经过一个星期的讯息 和喝了两次的红糖鸡蛋蛤蟆水 这么多年来 我的痔疮一直都没有复发 蛤蟆草虽然能清热解毒 去除人体内的毒素 还有治疗咽炎 咳嗽 湿疹和疮毒的功效 但它的性质寒凉 如果平时脾胃虚寒的人 就不要吃蛤蟆草 另外孕妇 普有妻的女性 都不要食用 此外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食用蛤蟆草的期间 不能吃刺激或者是辛辣的食物 以免影响它的疗效 而且我们在服用蛤蟆草的期间 不要熬夜 也不要喝咖啡等等 俗话有言 食人久治 可见痔疮的发病率是极高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如此高的发病率 其实痔疮的形成原因 至今尚未完全的明确 目前认为痔疮的产生 与下面这些因素相关 列有久坐的人群 便秘的群体 以及妊娠期的女性 此外 长期的饮酒和进食大量的刺激性的食物 可使局部的冲血 钢周感染 也可以引起静脉周围的炎症 使静脉失去弹性而扩张等 这些都可以诱发痔疮的产生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以进食一些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避免燥热油煎 刺激的食物 多进食蔬菜水果类 油漆要注意保持排便通畅 还有保持肛门局部的清洁 和做一些锻炼收肛的运动 另外我在此再着重的建议一下 患有痔疮的朋友 每次在如此后 最好用清水来清洗干净 这个行为很重要 还有我们平时可以做一些提肛的运动 只要我们平时坚持做好这两样 再加上用蛤蟆草煮水喝 和用来熏洗换醋 这样你的肢窗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掉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根治肢窗的方法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